議員怎麼看之前 因為您去年有講過說 當時的題目是說 問你說柯文哲是不是要納馬為民眾黨 那你是會說 不可能加入當詐騙警察車手 不過現在 游書會議員就反過來煩惱你說 那是不是現在綠白河的話 你會不會去當車手 我覺得游書會議員很莫名其妙 第一點 林國成議員 跟林甄宇議員 他們婦女都是我在議會的好同事 而且 我們還是 大同中山 同選區的議員 所以他們婦女兩位 基於我們二十幾年 兩代的交情 所以 在昨天 在這個 廟會 偶然的 機遇 碰上 所以我們 兩邊當然 基於禮貌跟風度 我們互相 那有 褒獎了一番 那麼 這是 發語情 指乎禮 這是一個 非常 有風度 適切的作為 而且確實 林甄宇議員 在我們議會 在我們議會的表現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 所以我昨天 是誇獲獎 林甄宇議員說 你能夠交出這麼好的女兒 你過去 議會的表現 八十分 但是你女兒 林甄宇議員 一百分 這是一種 很善意的 表示 那 這是基於風度跟禮貌 那當然 被問到說 那這樣可不可能綠白河 那是基於 我們在 外面不期而遇 禮貌性的 一種回答 所以我當然說 那有可能 這 跟 游淑會議員 這兩個禮拜來的作為 是截然不同的 我想游議員自己很清楚 反觀游議員這兩個禮拜來 他們的作為 他是主動 尋求藍白河 而這個時候 他們的主帥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民調是落據第3 是在最危險 最弱勢的時候 而且 民調可能還往下探底 所以游淑會議員 他主動的釋出 藍白河 那是 投降 那是跳船 那是舉白旗 所以我覺得這完全不可等量其官 我 跟林國成議員林真語 議員他們婦女兩位 我們是在外面的廟會場合不期而遇 我們禮貌上 互相的推崇 那 游淑會議員怎麼會用這一件事來掩飾 他 要向白色 數白旗 跳船 投降的這個事情呢 所以 我覺得 有政治人格有分 在我們台語講 我想有格調的任何一個政黨都是 選舉 蘇贏 無論 氣 別管制 蘇贏 無論 氣 別管制 這就是為什麼 游淑會議員 他會在他們黨內受到那麼大的壓力 因為 即便國民黨 他們也有很注重黨格的人 他們認為對黨的忠誠度非常重要 尤其黨 整個在下墜 支持度下滑 落到最後一名的時候 你在這個時候你要尋求跟人家合作 那你就是投降不是嗎 更何況 更何況 我們如果綠白和 綠色賴清德 現在民調是第一 白色柯文哲是第2名 那麼如果 綠白 基於禮貌風度在談說 要綠白和的話 那是第1名第2名互相釋出善意 那是一種風度禮貌 那 你像游淑會 你們侯友宜是第3名 你最後一名 像第2名的柯文哲 拋媚眼 那是投降 那是投降 第3名最後一名 像第2名 來拋出要合作 那叫做投降 那叫做跳船 那叫做舉白 企 所以他不要搞混 好不好 更何況 我跟林國成議員 林辰宇議員 我們已經是兩代 又是同選區 的 好朋友 沒有 我們在地方上有很多共同 的支持者 那在外面 的這個 場域裡面 不管是 民俗活動 或者是 民間的 晚餐聚會 我們經常會碰到面嗎 然後 林國成議員 在 歷次 我們議會呀 政黨協商 預算的時候 他都代表 他們 柯文哲民眾黨 執政 的 市府團隊 有來對 預算做說明嗎 那這些很可能都是 游淑會議員 不知道的 游議員 你對 我們選區 的人情 事務 不了解 這我可以理解 你剛來嘛 但是你不能去否定 人家選區內 同為 議員同事 又是同選區的 即便我們是不同政黨 我們都 互相尊重 互相恭維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禮貌嘛 我希望說他不要把這個混為一談 那在台北市議會這八年以來 我王世堅 我就是第一個刻黑 我黑刻 黑的最重 但是 我是基於 我議員的職責 我應該監督柯文哲的部分 我就是論事 我不是說 那 黑科的時候黑他 那要他選票的時候跟人家慘媚 我不幹這種事 但是 就是 因為他們白色的很多 他們的大將們跟我是好朋友嘛 像黃珊珊 像林國城 像林真語 像張志豪 學姐 這些 他們白色力量的大將 跟我 我們私下都很不錯啊 所以 我認為這一點 他不應該曲解 政治 該公事 該嚴格監督的部分 我 絕對沒有改變我的立場 但是 基本的 禮貌跟風度 這一定要維持 還有 如果我的黨 我們的主將 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他今天 如果掉到後面 那我們更是 不會這樣子說 你到後面去的時候 還對前面的人 再揮手 再拋媚人 我們不幹這種事 我再一次強調 現在我們民進黨 佔居第一 民眾黨 柯文哲佔居第二 一二名 我們互相釋出善意 這是一種風度跟禮貌 那當 落到最後一名 而且還下最終的侯友宜 國民黨 他們 的小雞們 在對 第二名 拋媚眼 那是一種跳船 舉白旗 投降 所以他要搞清楚 更何況 有數位議員這兩個禮拜來的作為 你是主動的 我王世堅 是被動的 在 一個宗教的場域裡面 不齊而喻 林國成 跟 林真宇 他們父女兩位議員 這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在 端午假節的時候 他來大陣仗 用來批鬥 我覺得這真的當隔不必 不要這麼無聊 那當然啦 連續劇有藏有的劇情嘛 就是愛不到就把人家罵一頓 他愛不到白色力量 就把白色力量數落一頓 當然 順便王世堅也被數落進去 愛不到 就數落 愛不到就踹一邊 這不是很奇怪嗎 今天如果白色力量答應他的 他會再提這個事嗎 所以 你要讓敵人能夠尊重你嗎 不是嗎 白色力量會看不起那種 主動 要來搖尾起連 要舉白旗拋妹眼的人 因為你的主帥 正在 下挫的時候 你們的氣勢正差的時候 你不幫幫你們的主帥 你還要跳船 這是什麼樣的政治格調呢 所以我是 懶得回答我以後也不想再回答 好不好 就這種 大家連續劇就看得到嘛 看得到這種政治人格嘛 細如人生啦 愛不到 就數落 愛不到就踹一旁 愛不到就把人家罵一頓 這是 所以 謝謝 我沒有在考慮 我覺得選舉要基於人性 那該要怎麼合會怎麼合 這都大家 看不出來的 那麼 那 藍綠也有合啊 有所謂議員不是上禮拜 也跟我們綠色的大佬 也密談了一個多小時嗎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 各自有各自 的交情 那只是他們過去 老死不相往來 也沒有任何交情 只因為初選不高興 那他們要綠 綠藍合 那也是他們的事情 選民 會做出公正的判斷 選民會基於人性 基於道理 那會做出最後的判斷 他自己心知肚明 我不想再多講這個 我是有格調 我不跟沒格調的人做這種口舌之爭 好謝謝 因為以前你們也蠻常在政論碰到 那會很意外說他這次因為選舉變成這樣子嗎 對我是蠻意外的 我覺得外表往往是騙人的啦 我外表是野獸 那我 照道理我照感情來談事情 我是 最人性化的野獸 那但是 外表往往是騙人的嘛 那 有人 就是 亮麗的外表但是 那內在是怎麼樣大家可以去評論 我再一次講後我們是被動的 在宗教的場域中 這我們公職人員都會這樣那不期而遇 我們互相的尊重 跟 表示 禮貌 風度 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麼我並不是主動 去綠白河完全不是 大家可以看那個場域 那你今天所談的話 但是 反觀 有所謂自己 你是主動喔 那你們黨內已經有不同的聲音 所以基於 對黨 的忠誠 他是不是 應該重新再思考一下 愛不到 就亂罵一通嘛 是不是 這個大家可以看連續去 就常有的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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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